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一下我們家的新成員 講的是Book Vivid的手仔 事不宜遲,即時來個開箱 顏色就是這隻,有點像我貓貓的顏色 它就支援多個不同的平台 而今次我就試了幾個 它話就說不支援PS5 但又讓我想到辦法,可以玩到 一會兒教你們吧 它的Spec不錯的,而且體積細,重量輕 講一講盒裡面的配件 包括有手機托,USB-C線 即場和大家看看它和Switch的Pro Controller的比較 重量上輕過Pro鍵,而且細小一點,很適合帶出街 連顆鍵都小一點,但按下去都不差 試過用來打孖寶賽車,陸續陀螺儀都不錯 和Pro Controller都不相伯仲 他講到自己兼用其他平台 那我又去試玩Android遊戲吧 由於我沒有玩手機遊戲的 所以就只要用模擬器玩一些經典遊戲 而電腦平台應該會多些人玩 尤其是打橫向動作遊戲或者射擊遊戲 連射Mode就變得很重要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玩到最新的忍者龜呢? 我就有玩它的舊版 讓我向大家示範一下怎樣用到連射鍵吧 首先按實理想設定連射的鍵,我當A 然後按一下連射,它就會半自動連射 想它連射得快點就按設定然後右 想它連射得快點就可以再按多一次,設定和右 設定按左就會減慢 總共有三個斷速的,分別是每秒五下,十下和十五下 如果你想打戰機遊戲,想它全自動幫你連射,專心迴避 那怎麼辦呢? 就是按住按鍵,然後快點兩下連射鍵 當然成功之後也可以再加速或者減速 如果要取消全自動連射,按住按鍵,再快點兩下連射鍵就可以了 對呀,你說有時要打對戰遊戲,有些招式很難出 好像豪鬼那招純玉殺 很有型,但是很難出啊,那怎麼辦呢? 這個手掣就有Mac的功能可以幫到你了 它可以錄制30秒內25下的按鍵,讓我示範一次吧 首先要拍背後Mac的按鍵 然後AL、AR按鍵都可以錄制 那我就按實其中一個,我選AL 再按實設定按鍵 它閃燈就代表可以開始錄制了 那我就試試升龍拳 完成之後就可以按一次AL 那它不閃燈就代表完成了 按一下按鍵,它就會自動幫你出升龍拳 示範一下給大家看 完成 那你說想設定波動拳,那我示範一下吧 那我把AR設定為波動拳 其實都是重複回剛才設定星龍拳的步驟而已 設定完成之後又可以示範一次了 那我就搞定了 那讓大家看一下遊戲是否的示範 事不宜遲,教大家如何打到PS5 剛才開頭介紹的時候 都說過它支援手機平台 那如果你有下載到PS Remote這個APP 其實就可以用手機連上PS5 再用Block Vivid玩 那個巧妙就是 要手機預先連結Block Vivid 那先用PS Remote連上PS 然後再用Bluetooth連回Block Vivid 這樣就會玩到 如果調轉的次序是不行的 我又想過把Block Vivid拿回公司 那吃完Lunch的時候可以打一下技 挺爽的 可能你會問會不會厲害的 我又玩下去不過有問題 按鈕都很準確 打太古都打到Full Combo 行 不過這樣打PS遊戲是沒有震動功能的 這個手掣還有一個射擊模式 那這次影片到這裡結束了 影片下方會有這個手掣的連結 這隻Block提供試用 以上也是我真實用後感來的 喜歡這條影片就給個Like 未訂閱就請訂閱支持 拜拜 已經拍了